至于朝中社今天的报道 朝鲜劳动党18号举行第七届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 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主持会议 会后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举行闭门会议 针对朝鲜半岛周边军事形势与潜在军事威胁 检验主要部队的战略任务和作战动员状态 并且讨论进一步加强朝鲜的战争遏制力这一核心问题 报道说金正恩签署了多项命令以执行经批准的核心任务 并且任免了一批军事指挥官